上禮拜我们带您看了台湾过去百年来 规模期或大逾期灾情比较严重的大地震 从过去的经验可以看到地震造成了灾害 如果没有及时处理还会衍生第二次灾害 今天我们要将镜头转向在江南地区的灾害型地震 从过去文献记录来看 1935年的新竹台中地震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地震影像 而1964年白河地震影像保存的关键人物 则是当年服务于台塘公司 后来进入中视新闻部的赖承茂先生 他不止在白河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 以登高方式记录嘉义市中央圆环一带的镇后大火 第二天再登上军方勘摘直升机 拿着八厘米老式摄影机 以空拍方式从镇央附近的白河山区 一路飞到嘉义市中心 透过好几天第一手全程记录与观察 将灾情 旧灾 灾民的生活 还有后续如何重生重建 都完整保留下来 成为重现白河地震最珍贵的影片与教材 这次独立特派员取得赖承茂先生 记录白河地震重要的画面 让他再次重现 一起来看记者李琼月 被袁洪书的报导 我自己去看灾后的现场 看到农中一片灰溪 还是要在出演的 那不说外发的 让我看得很均衡 嘉义市那个精华区的 就要整个都把它烧光了 所以造成了最大的特征的灾害的话 它是属于二次的灾害 旧西沃淡城就挖了99个地方 那我们都有挖到1946年那次地震 它受到地层的情形 每个世纪 从江南和我们西沃平原 太快有两次到四次 对我们达到七 这种大地震 1999年6月 921地震发生之前三个月 中央大学李希提教授 带着他的团队 在新化断层经过的 续产试验所 进行断层的开挖 发生在1946年的新化地震 规模6.3 属于浅层地震 这次地震发生之后 新化断层沿线破到地表的位置 虚产试验所也是新化断层经过的地方 左边是地震发生前 右边则是1946年地震发生的时候 新化断层在总马牧场前 办公室一带露出地表的位置 现在已经是绿油油的一片 我们晓得新化断层在1946年动 就在新化市区的左右两侧 东边到纳法连 地边到接近永康这个地方 总共有6公里长 那浅的地震 它就容易破到地表 深的地震不容易破到地表 这一次虽然说规模不大 像是围观大楼那一次地震 6点多远 6点多 差不多是这样 但是那一次地震 这个伤亡跟广乎倒塌还是蛮多的 死伤大概有到500多人 那个仿乎前打半打有到事前不动 算是灾情还是有一点规模的 一个灾害性地震 接近镇央附近的新化 新市永康一带灾情最为严重 其次是安定 归人 仁德 还有台南市的安南区 那为什么要研究新化断 我们要知道 除了知道 确认它地底下的特性 多久动一次 这个参数是后续防灾应用 任何这个灾害基地计算的基础 我们怎么计算基地的呢 我们需要两样参数 上次地震时间 因为地震重复间隔 那我们都有挖到 1946年那次地震 它凑动地层的情形 又在纳巴林这个地方又挖 这次然后效果有更好一点 它不但挖到上一次地震 还挖到上上一次地震 还总共挖出三次股地震 不过很可惜 那个后面两次都超过千年 但是这不表示 它有那么长的活动周期 另外我们可以从它其他的 这些地形被错语的一些证据 它是华与苏联的推估 我们的评估 它大概还是会 两三百年 三百年左右会动一次 在梅山断层的话 就没有办法用这个做到 因为在梅山断层东侧 那个地方可以干到断层的位置的话 这地表都是年老的 这一世年老的接地的重启物 所以说那个年龄都太老 没有办法拿来让我们做定年 就蛮可惜的 曾经在台糖中视新闻部服务的赖成茂 带着大家把时间拉回到 1964年1月18日晚上 嘉义市中心正后大火的现场 地震一发生 擅长摄影的赖成茂 立刻拿起摄影机 爬上自家阳台开始记录 1990下 然后我们要一间一直记录 一间一直记录 一间一直在北边 一间一直在沙 我像人们对救火就没办法 火很大 水 家里都没关系 所以我就一直在沙 大家看我安全好听说 在那里火 现在烧到一间就是什么人的 现在一间就是什么人的 一间一间烧了 当时一阵天摇地动 嘉义士闹区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起火点就在中央圆环 西北角的明固公餐厅 因为地震引发了大火 这把无情的大火 从18日晚上延烧到第二天凌晨 总计拨集了两百多间的房子 大家都去拨 都一直在拨面 我就想拨面就是 拨面就是 后天用钱就有了 我做的本就是 这个要稍微的 一边来做一个记录 地震完之后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维生管件 就是水的管路 电的管路 这些的话大概都会坏掉 那民众也慌张 要遭难 要救灾 其实消防车也很难 进到那个灾区里面 然后也没有水 赖承茂不只抢在第一时间 记录嘉义士中心的大火 第二天天一亮 他马上带着八厘米老式摄影机 搭上空军的勘灾直升机 从白河一路记录到嘉义 成为白河地震最重要的记录与见证者 透过镜头可以看到第二天一早 劫后余生的民众们纷纷跑出来 这时嘉义士中心还在冒烟 现场宛如一片废墟 几乎没有一间房子是完好的 所以我们在冒烟 记得很多人来看 来看这些灾火的情况 所以中生 过来就是光彩家 过来就是中政 文化 那些都消失了 到没做了 我觉得民国五十三年 1960年的进情没多久 没多久没消失了 地震伴随而来的 除了关子林有新温泉有出口 乌山头水库霸体也出现军裂 曾经挺过好几次大地震的东山乡碧轩寺 是一间上百年的古庙 也在这一次的地震全岛压死了18人 原月18号 迦南地区的震灾发生以后 住在白河附近的国军 虎军部队 首先出动 用他们自己的面粉 蒸了很多大馒头 送到灾区 分给灾民 一千多位官兵 一连好几天 在白河 东山等灾区 协助灾民们清理家园 阿兵哥们还帮忙搬运倒塌的瓦砾木头 以及帮灾民挖出埋在屋底下的财物 那个死亡人数比较少 但是呢 他的整个财产跟故事的这种的 陷入的损失的话 就会非常的大 对不眠不休 记录加一致有史以来 最大地震灾情的赖承茂来说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又是什么 根据当时的报道 罗小额科是1963年 才完成的钢筋混泥土建筑 地震发生时屋主一家四口幸运逃过一劫 但是医院倒塌之后 被押毁的隔壁民房家人 就没有那么幸运 军方除了动员人力协助清理灾区 学生也利用客鱼到现场帮忙 赖承茂的父亲 坐在已经被烧掉的 建一牙科诊所前 邻居们纷纷前来慰问 第一信用合作社也派代表到灾区现场 发送慰问金给社员 由于马上就要过年 对刚经历这场灾难的嘉义市民来说 他们怎么过年更生活呢 那时候我感觉过年没关系 过年比较快 过年是很厉害 过年是很厉害 过年大家要过比较快 在本厨楼外有一个菜市場 政府临时改造一个灾医休養所 有家一间一间 让他们大家算集体生活 让大家自己住 他发明了给他自己住 通过就是家长 那小孩就不知道 我也是看过路 在那里有餐厕 有餐厕就好了 那在大陆的烦恼 说大家稍稍在那里 关系要不要 灾民收容所完成 第一阶段任务之后 已经找到新的安置地点的民众 纷纷将重要家当 搬上事工所的专车 准备出发到新环境 迎接下一阶段的新生活 由市场改造的旧有收容所 如今已经变成嘉义市文化公园 为了加速灾区重建 台湾省政府除了紧急拨款救灾 提供低利贷款 帮助灾民重建房子之外 嘉义市中心南北区 经过几年的计划跟筹资 决定重建重化 重建重化工程破图典礼 防疫来讲的第一个 就是我们重大建设的地震参数 另外也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哪个地方 是断层的敏感区 我们就是第一个要知道 位置在哪里 规模会多大 然后多久会发生一次 做出这些地震参数 你的工程的规划设计 甚至安全评估 你就可以参考 回顾地震灾害历史 发生超过100年 造成比较严重灾情的地震 有1904年的斗六地震 1906年的梅山地震 以及1916年的南投地震系列 超过半个世纪以上的灾害地震更多 对经历过白河地震的赖成茂 还有老一辈的嘉义市民来说 至今弃义有心 我现在就九十区了 那如果那时候好像可以回想 他们该怎么办 又现在年轻人 发生灾灾时 还没写出来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也没了解 东西的地震是怎么办 所以我给他这个记录 给大家看一下 给他回想一下 我给自己的历史 中多的 发生中多的灾难 让大家记住 这个历史就老了 我们地震这样 如果一旦这样 地震是很丁割法 大家都要提高情节 新华段曾开挖 调查对下次发生地震的几率 提供重要的参数 嘉义市在半个世纪之前 经历无情的地震 大火重创之后 经过重生 蜕变 如今城市发展 有了新的面貌 当年留下来的白河地震影像细录 成为嘉义市 还有全国防震减灾 最珍贵的历史教材 赖城茂 不只是白河地震的重要记录者 也是见证者 这段影片保留将近一甲子 主要希望提供没有经历过 这场大地震的年轻一代 看到且记住嘉义市的灾害历史 这些台湾百年来地震的记录研究 都是希望了解活动断层的特性之外 也能找到地震重复间隔的频率 好作为防减灾与灾害几率计算的基础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 我是陈婷玉 我们下次再会